今天节目一开始啊 我们先来看一段监控录像 2013年9月27日 一名身着灰色上衣的男子 走入了东城区青年沟路附近的一家美甲店 跟咱们店员交手在里边要做一个手部的护理 期间双方有一定的交谈 的话居然也没有什么异常 做完护理后 这名男子掏出钱交到女技师手中 就在对方数钱的时候 这名男子悄悄地绕到了女技师的身后 这时候侍主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这个钱上 你看这儿勒着脖子 并且这时候刀一直没有离开我井 这个范围已经开始抢警了 店内只有女技师一人 这名男子一边把刀架在女技师的脖子上 一边威胁他交出财物 这时候呢 咸咸的诱饰是拿着刀的 让侍主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放在这个毛巾上 让这个被害人把钱 你看就是把钱已经装到兜里了 得手之后 这名男子威胁女技师不许报警 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目前东城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正在对此案展开调查 征询线索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 涉嫌一起入室抢劫案 有知情者请诉 与东城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联系 联系电话 010-8408-1540 139-013-59374 联系人 谢警官